今天在这里吃早午餐 最近跟太太喜欢的这个断食 就大概一个月之前 就三天没有吃东西 然后效果非常好 从前我们都有做很多运动 就是不是很多 就是比较激烈的运动 其实做激烈的运动 就对身体已经非常好 然后我太太就常常在香港的时候 她会煮菜 她都蛮注意这个健康的饮食 后来来到台湾就 更好就是早上六点钟起床 晚上十点就睡觉了 好开心 然后就要吃一下断食 我们之前是一天吃两餐 现在这一个月开始 就一天吃一餐 偶尔就星期五就不吃东西 就可能昨天没有吃东西 就等今天吃早午餐 其实现在没有很多饭 如果今天不吃东西也可以 但是我们就想吃一下这里 因为我们平常 应该在这里 因为我们平常很小时间可以吃到早午餐的点 所以特别想就前一天不吃东西 就是早一点可以来吃早午餐 早午餐 因为台湾的早午餐 真的好好吃 我们这一餐会吃大概五人的分量 就没有了 三个人的分量 差不多 我们现在吃的东西没有从前多 我们从前吃很多 其实很累 就是一天吃三餐 每一餐都吃三人分量 还是四人分量 尤其是玩运动之后 其实都对身体就负担 会很大 然后现在就跟你们分享 原来就是人的观念 我们小时候他们都说一天要吃三餐 是谁跟我们说 就是可能是爸爸妈妈 爸爸妈妈是谁跟他们说 就是他们的爸爸妈妈 但是人类就是大概 我猜了 大概只一百年开始 才会有这么多吃的东西 就是可以让你一天吃三餐 还是四餐 从前我们的早餐 先祖先他们 怎么可能每天都很饱的状态 根本不可能 所以就是观念的问题 就是人家说一天又要吃三餐 是谁跟你说的 还好 我感谢老天爷 就是我的观念很容易改变 其实小时候很多人跟我说的什么 我小时候听一声 谢谢 就是觉得很对的东西 人就是成长之后就觉得 好像有点问题 就是教自己感受 有些人跟你说 一定要这样子 一定吗 要自己试试看 等一下 我们就可以吃东西了 现在吃东西是一个兴趣 好开心 就是可以选 可能就是最好的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